你看看看 气搞掉了吧 呸 呸先 车钥匙你爸 我再没有车钥匙 跟网上不一样 一样吗 怎么会不一样 他们跟网上设计都是一样的 车瓦库手搞一个 车瓦库手搞不了 哎呦呦 兄老板 今年装车有经验了 去年我记得他装这个车吧 装了好半天 半个小时还没车站上去 今年你看已经装好了 10分钟转好了 我估计你搞这个车最多最多一个小时能搞好 看到没有 不错不错 有进步了 有进步 车头已经转好了了 啊 就是这个 最近这个天气不行 这个天气实在太热了 今天温度35度 然后在我这个院子的棚子里面太热了 辛苦我们家老头了 哈哈 哎 这个这个优像跟我那个也不一样 你看这个优像都漂亮 他这个优像上面是赛口龙的那个标 你看到没有 起不来 你站起来 这个优像标 啊 扣这个地方是吧 是不是扣这个地方 扣哪个地方 这个优像打优像盖打不开 哦 这样子的 哦 这个优像盖很漂亮 你看到没有 比我那个优像盖 我那个优像没得盖 我那个优像没得盖 我瞧瞧了 不是 我瞧瞧了 这个要使劲把我把它摆坏了 不等啊 不等我来 瞧吧 我都取得了 是吧 我那个3s就没有这个东西 而且这个车自带的就是那个 叫什么 叫什么离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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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叫什么离合来的 那个叫什么离合来的 那个离合叫啥离合 那个 滑动离合 滑动离合 这个车 车身自带滑动离合 想当初我买我的233s的时候 它是不带滑动离合的 后来厂家传播就是免费更改滑动离合 当然我当时在拉萨 我就没有改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改滑动离合 结果导致现在我妹骑我那款车 觉得那个车吧 离合捏起来很有感觉 我说让它换滑动离合 它不给换了什么 我那个滑动离合 那个配件还在我家呢 我妹不让换 她说就是那个阴阴的 就是捏起来挺费劲 但是呢就是很有感觉 你像那种滑动离合 它会觉得 它会觉得太松了 感觉没感觉 但每个人不一样吧 每个人骑行感受也不一样 骑行的那个也不一样 但这个车圈大包围很好看 我感觉这个大包围 如果说倒车的情况下 第一个受伤的就是这一块 看到没有 所以我觉得我还要再买一个 就是额外再买一个 就是一个 呃指甲啊什么东西 再把它这个原厂的这个 保护架给扩大一点 不然的话 一旦倒车受伤了这个地方 这个车器肯定要掉了 我发现这个新车都是细节 你看 看到没有 你可以这样打指甲 如果说你的腿短的话 可以打这里 看到没有 我那个车就没有 能不能改啊 你看 如果说我的脚够不到这个地方 我可以够到这个地方 然后打这个地方也可以 对不对 是不是 我那个车就没有 我觉得这个车 很多细节上的更改 好 发动机 这个发动机 这个孔是干啥的 去年我的新车 我一次都没有装过 今年我亲自上手装这个反光镜 这个我还是会装的 是不是 哈哈哈 把这个壳子拔掉 把它拧上去 把它拧上去 好不好 可拧不上去 不有趣 就拧不上去 拧不上去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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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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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嘿 szy团表 是吗 可以了 擦不动了 你看看看看看 洗搞掉了吧 呸 呸 呸 过来 我一锅才洗到搞掉了 是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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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允许我 摘摘摘摘摘两天 我想摘摘摘几天 搞来炒肉 你这么就长好了 今天长了两个小时没长好 今天一条就长好了 你看这花都离开就是不一样 很实话 很清脆 把这个巴装够了 你看 压到这个地方来了 这个巴装够了 反正常来说这个巴不能压到这个地方 装够了 所以往下压一下 整体往下去 这个螺丝送上 整体往下 压到这个开罐了 就是圆体往中调换这个地方 嗯 绵绵 是吧 打鱼了 往下挑 挑的量都要挑 都挑 要安装捏完要这样捏 哎 手去当下 对 手去当下 对 手去当下 稍微往下一点点都好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挡风玻璃 哇 这个挡风玻璃比我老看 挡风玻璃要大 看 好大一块啊 而且还高 把这个挡风玻璃 挡风玻璃要大一块 还快 挡风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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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挡风玻璃很大 这个挡风玻璃盖到眼睛了 看到没有 它盖到扯眼睛了 可以上下跑 哦 可以上下跑啊 那就是说可以电动了 那这里 那意思就是电动了 不知道 它应该是电动了 诶 真是的 这怎么可以 我刚发现 我刚发现这个是可以 铁都是可以跑的 等一会儿把RX3S和401两款放在一起 你对比一下 哇 这个挡风玻璃真的是爱了爱了 给大家听听声音 哇 哇 哇 好醒 我看了这块挡风玻璃 我想到我的老腿挡风玻璃要换了 那个挡风玻璃上 被那个泥石桌的石头炸的坑坑拉拉的 要换了 有很多人好奇啊 我去年骑的是400排样的摩托车 今年为什么还要买400排样的摩托车 首先第一个 今年我跟我妹 两人两辆摩托车 两个都是女生 静又不是很大 车倒了 这个400的车 我们俩两个人扶得起来很轻松 但是如果说大排量的车呢 可能不太适合我们姐妹俩 再一个就是什么呢 400排量的 400的这个排量 也很适合我们 它排量不是很大 但是也不小 属于一个中等的排量 就是说你如果说在国道超车的情况下 你给油它能够跑能够超车 那排量呢又不是很高 对不对 就是相对来说会比较安全很多 这就是我选择 还选择400排量的原因之一啊 还有就是 当然有人说 小熊你今年为什么不选择650呢 当然我也想选择650 650排量车 动力足 跑高速啊也好 跑那些比较人少的国道 都很舒适 但是一直没选好 一直没选好 包括赛克龙的RX6 RX6它是650排量的 现在的话车子一直在量产当中 就是单排的比较紧 再一个就是什么呢 650排量的车真的是车本身就很重 不太适合我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400排量车的原因 而且大家也有目共睹 为什么我还要选择赛克龙呢 大家有目共睹啊 去年我骑那个赛克龙RX3S的时候 骑了三万五千多公里 其中经历过泥石流 经历过被水炮 然后经历过被车撞 经历过我撞车 我撞人 然后经历过那么多事情 包括极热的新疆吐鲁班 包括极寒 包括极寒黑龙江的北极村 它全部陪我走过来了 质量都是有目共睹了 它没有把我丢在路上 所以今年我依然选择赛克龙这个品牌 而且包括我那个骑了三万五千公里 经历过各种各样的事情 上海那里的摩托车 今年将继续骑了它走遍新疆西藏 而且这款RX401都是有所升级 比如说最小的细节 骨相盖 比如说打红玻璃 比如说它的那个滑动离合等等 还有就是它可以投频 各个方面它都是有升级的 还有就是外形做的改造 因为之前别人都会有很多网友就说 RX3S就是仿那个大小眼就是仿宝马 其实你真正的把我那个车 跟宝马放在一起 其实它区别还是很大的 只是你们自己看第一眼感觉它是仿 其实我觉得它不是很仿 这边是充电器 对不对 它在现在因为现在还没有通电 所以现在还不能打开屏幕 等一会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大屏幕 这边的大屏幕展示出来的 是什么样的状况 我不是专业的撤评人 也不会说什么好听的话 我都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 这些都是我的真实奇形经历 当然有人会说 哎呀国产不好这不好那不好 那可能你的意识只是停留在 10年以前或者5年前 现在已经是2022年 大家都在进步 当然我们的摩托车厂家 它也在进步 不可能原地踏步以及退步 它只会越来越来越进步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好了 当然你要说一些撤评话 我也说不出来 我本来就不是专业的撤评人 我只是一个摩托老 骑摩托车的 OK